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有请选手维克特昆婷以及她的导师杰斯卡昆婷 掌声有请 我准备好了 我准备好了 我可以准备好 我可以的 我可以的 可以的 可以的 来 我准备好了 我准备好了 林可颂 林可颂 时间差不多了 林可颂 林小雨 鲍里斯 罗果夫 鲍里斯 罗果夫 林可颂和江千帆准备一下 林可颂 江千帆 林可颂啊 江千帆不见了 算算顺序 调到最后 林可颂 你 你干什么呀 我上厕所呢 这是你厕所 开门 我告诉你啊 你不开门 我手上厕所 穿一门呢 一 我不出去 二 我没穿衣服啊 三 出来 你干什么了 出来 你干什么呀 别 放我下来 走 放我下来 不是 石队 你干什么呀 这么多 江千帆 林小姐 急线就是喊你们了 走 干什么呀 站好 好的 那么最后 我们要请出的是 最具有传奇性的一对师徒 那么在海选的过程当中呢 获得恶龙公主称号 却称为第一位被导师点名选中的 林可颂小姐以及她的导师 江千帆先生 掌声有请 我们走吧 我们现在走还来得及的 一步一步走稳 久不一定到 一步一步走稳 久不一定到 在开心 跟最后一步走 听不完 偏离 聽不完 你的眼前 听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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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韸面 听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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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 听不完 在你身上 好的 请二位台下入座 那么 最后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有请大赛组委会主席 托马斯先生出场并致辞 掌声有请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女士 以及先生们今天的历龄 早上呢 我花了二十分钟的时间 才把我这个领带系上 我妻子看到以后就跟我说 亲爱的 你别那么紧张 你又不是参赛选手 你是组委会的主席 我听了以后我就松了一口气 他说的是对的 感谢上帝 我不是这一次的参赛选手 所以我可以不用面对 八个严苛的评委的打分 因为那真的是让人生不如死啊 好了 我在这里也不耽误大家的时间 现在就请屏幕播放 本次比赛的 八个评审委员 三个评审 好的 各位 那么按照我们大赛的传统呢 我们每一场的比赛 都会选择一种味道来进行比拼 一次是苦辣 酸咸 鲜甜 那么我们前四场的比赛是积分剧 总积分前四名 将会进入到我们的半决赛 我们的半决赛 将会以抽签的形式来决定 两两的对决名单 那么在最后的决赛 我们的导师将会和选手一起上场比赛 所以 鹅龙公主 你千万不要在前几场被淘汰了 好的 我要干掉你的搭档 我们现场的导演 为每一个选手都拍到最后的决赛 你别提醒溜着就好 让大家各自来说出自己的挑战宣言 那么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这些年轻人的气势吧 请看大屏幕 我录这个了吗 我是维克特 没什么好 你说呢 我只想听听游泳局 我没说的话是不是就不如说了 你想的没 大家好 我叫布鲁维尼 我是来交朋友的 我叫林小语 我是来办管制的 小语 小语真行 我只希望意义是绿的 不要太久了 烹饪是艺术 更是科学 是千万次可重复的氧化和还原 我 周大文 营养学博士 老板 你怎么走了 可送人出来了 干什么呀 弄得比赛一家人的仇人似 你们也都别看着跳活了 好的 刚才是我们 干活 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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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手的视频 因为刚才我们的导演在后台 没有找到我们的林可颂小姐 那么我们就让林可颂小姐 在现场说出她的挑战宣言吧 不是 我不用说 那可不行 林小姐 我们每一位选手 都要说出自己的挑战宣言的 我说什么呀 我说什么呀 好的 我们现场的朋友们 以热烈的掌声 有请我们的林小姐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说出她的宣言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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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有什么说什么 只要是真的就行 去吧 好的 有请林小姐来到我们的舞台之上 有请 好 好的 林小姐 您现在可以单独向其中一位选手挑战 也可以对所有的选手进行挑战 不想挑战 看来我们的林小姐是 真的没有话要说了 好的 那么就有请 郭瑶 好 大家好 我叫林可颂 我不想当恶龙公主 我想当江龙公主 好 好 好 谢谢 好 好 抬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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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